部分工時 僅僅是工時上有所差異 只在這個地方 工作時間上面有所差異 跟全職勞工比起來 也就是說 同學要掌握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原則上除了工作時間以外 其他部分工時所享有的一切福利 都跟全職相同 東西要特別注意 不是你今天是部分工時 你就跟全職勞工會有所差異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義上面有特別去談到 比如說像是我們一般的 像是資遣費 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 部分工時也有職業災害 他們真正的差異會落在 同學 基於部分工時跟全職工作時間 比例下的 比例下的所有的相關計算 僅此而已 比如說你全職你一天工作就是八小時 我部分工時勞工就是五個小時 那原則上 我在計算我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平均工資也好 那休假日也好 原則上都是以比例 比例來計值 那除了比例計值以外 同學其他的所有 你今天你要開除 同學你要資前 部分工時同學一樣十一條 你要承接解固一樣同學十二條 不會因此有所差異 不會因此有所差異 要特別注意 然後同學我們往下看 然後同學打勾的部分 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見解 同學要掌握 就是在特別休假的部分 同學只要看畫線的部分 就是同學 來同學 但部分工時勞工每週工作日數 與該事業單位全職勞工相同 即每日工作時數叫短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 人應依照第38條給予特別休假 同學這邊在講什麼 比如說同學 他一直都說 同學原則上我們工作的內容 原則上一樣 那這種情況之下同學 我全職的勞工每一天平均工作八小時 每一天工作八小時 然後按工作八小時 一週工作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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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學 這個含設計時就是說同學 如果今天我部分工時勞工者 跟全職勞工 我在工作日數相同 只是單純僅在我每天的工作時數上面 跟全職勞工有所差別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同學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計算部分工時 這樣的部分工時勞工的 特別休假的同學 跟一般勞工是一樣的 跟一般勞工是一樣的 他幾天還有幾天 他幾天還有幾天 同學是一樣的 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同學我們往後看 然後同學婚傷四假 同學這個地方打勾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打勾就可以了 同學我們往後看 同學徵典複習第二十一 同學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一直是 考試的一個重點 不管是在法研所 不管是在法研所 還是在 還是在國家考試 職業災害它都是一個大重點 同學職業災害 同學我們先看講義 把講義先講完 我們再接著往後講 同學職業災害的成立 同學這個地方有三個 有三個小箭頭 同學這三個小箭頭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同學來第一個來看一下 來勞工人生 同學人生話起來 人生遭受 傷殘疾病甚至死亡死 方有值在補償之適用 同學再來 同學這個重要 來附隨財務上的損失 並不是同學職業災害所處理的標的 並不是這邊處理的標的 再來同學 人生傷亡因包括肉體 及精神的不利影響 也包含所謂的對身體的輔助設備 同學這個地方它比如說你今天你裝了一個一隻 你裝了一個一隻 那這種情況之下同學你出了車禍 一隻的損毀 在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說嚴格來講 它算是財務上面的損失 但是對於職業災害的成立而言 我們仍然是把它包含在 包含在職業災害的補償範圍內 同學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同學往下看 來同學成立要件 成立要件這邊大家應該都還蠻熟悉的 原則上我們討論到職業災害 我們一定會討論到這兩個要件 一個是同學 一個是業務稅行性 業務稅行性 白話文來講就是同學 你有對勞工 你有對老闆提供勞務的狀況 同學提供勞務的狀況 就是業務稅行性 最大白話最好記得 提出勞務在雇主指揮監督的情況之下 同學你提出勞務在這種情況之下 或是你單純去執行你的業務 同學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肯認你在我們職業災害的其中一個要件 也就是業務稅行性 是存在的 然後再同學往下看 業務起因性 同學這個下面可以畫起來 是指說在勞工所擔任的業務 同學與災害間有密接關係的存在 密接關係的存在 同學我們往下看 所謂的密接關係是指什麼 同學這邊可以畫起來 同學指災害必須被認定是 同學業務內通常伴隨著潛在危險的現實化 同學再來業務 業務打勾 業務打勾 業務在這個地方我們是才比較廣義的理解 同學可以看第二行 同學來勞工伴隨該勞務給付的作業活動所衍生 於就業上一切同學可以畫起來 一切必要合理的行為 同學極其負責行為 而具有合理關聯者 尚包括在內 同學下面有四個打勾 我們來看一下 同學第一個來脫離業務的行為 脫離業務的行為 比如說像是犯罪行為 像是犯罪行為 與自益行為 自益行為比如說像是故意的行為 這種行為原則上會被排除 排除在職業災害的 成立的範圍內 然後同學要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在業務的部分 我們有講到所謂的賦隨行為 賦隨行為原則上 它這邊有特別去解釋 就是就業上一切必要合理的行為 原則上我們在實務上面 我們就是指說 比如說你在工作時間上面 你全部應該納入業務行為的範圍 這些所有的這樣的合理必要行為 比如說像是什麼 我們之前有提 講到比如說像是準備行為 同學準備行為 或是像是收拾行為 收拾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是私人行為 同學這些負隨行為 私人行為比較好舉例 同學私人行為比如說像是什麼 像是我們一般我們在工作中 工作到最後我們因為生理上面的需求 我們要上廁所 如廁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同學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發生 你發生職在同學一樣 我們會算到 業務行為裡面的負隨行為裡面 同學這個上廁所的這種一個情況 準備行為就比如說你今天 比如說像是你是公車司機 公車司機 那你可能你需要為你的公車做加油 做加油 像這種的準備行為同學 我們也會算在 所謂的負隨行為裡面 負隨行為裡面 也就是說同學 我們在區分職業災害 除了它的定義以外 我們也要去了解 它的周圓性的一些行為 周圓性的一些行為 原則上也會被整個包括 到我們職業災害的討論上面 然後來同學 我們再往下看 來同學 職業災害補償 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雙軌制 好同學 這個地方就要稍微講一下 這個地方之所以要講 是因為它是 考試上面很大的一個重點 考試上面很大的一個重點 來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來同學 原則上職業災害的補償 同學要抓住一個點 這個補償它本身是 我們勞動基準法上面 對雇主所科癒 的一個固有的義務 的一個固有的義務 同學要特別注意 那同學 它是固有義務 就表示同學它並不是 並不是所謂的 代為先行賠償的一個概念 同學什麼是代為先行賠償 好同學 好同學來舉個例子 好同學今天 A是勞工 假設他就開車 就公車好了 好同學 所以今天假設我們 A就在執行職務 執行職務 開來他的公車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同學有個C C計程車 好跟A發生對撞 進而產生損害 進而產生損害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都知道 同學它有沒有業務遂行性 有 因為它就是在執行 B 所要 所希望它所執行的 這樣一個業務 所以它在這種情況之下 同學它有業務遂行性 它也有業務遂行性 這種情況之下 認定執災並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它這種情況之下 就變成執災嘛 那執災以後 同學我想